有騎車以後被認出來 就是我有一次是在家裡 附近騎摩托 然後唱歌唱太大聲 被以前的同學認出來 傳訊息跟我講說 欸剛剛在路上唱歌是你嗎 然後就聽到一個人 然後騎摩托車 然後唱很大聲聽哨 喂 這位同學已經是在開玩笑吧 有醃製天花板美麗的人氣男團 歐總成員林嘉誠 13日出席時尚派對 這也是他首度藝人出席活動 心情不免看得出很緊張又害羞呢 一個人來參加活動 心情的感覺 小隊友會不會覺得 好害羞之類的 會 就是少了隊友就會發現 突然覺得好安靜 沒有安全感 其實我們現在就是有點 每天都見面 然後突然有一天沒有見到隊友的時候 就會覺得 好像少了一些東西 會很開心嗎 會覺得看到他們好膩喔 可能第一個小時會 可是就是 要一整天下的話會有點不習慣 有騎車以後被認出來 比如說等紅綠隊的時候 好像家成之類的 騎車的時候被認出來是還好 但是就是我有一次是 在家裡附近騎摩托 然後唱歌唱太大聲 然後被 被以前的同學認出來 就誒 是你喔 他認得你的歌聲對不對 對就是 就是我回家之後他就 傳訊息給我講說 誒剛剛在路上唱歌是你嗎 然後說誒可能是喔 那他有平時會如何 沒有 他就聽到一個人 然後騎摩托車 然後唱很大的聲音 而這次嘉誠出席 時尚派對也意外加碼 透露10月底 歐總即將有新作品 不過前陣子小孩退團事件 不免俗會被問到 有無私下關心 結果現場回應竟然是 演唱會是專場的演唱會 專場演唱會目前還沒有計畫 但是我們10月底的時候 會上架我們的新的作品 預計啊預計 對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但是透露一下新作品 會有什麼可能小驚喜 或是很厲害的地方 喔 文婷可能會 展現出他一些特技 你說一些武術嗎 類似那種東西 還是服裝上會有什麼 露身材之類的 服裝上也還好 但大家就是可以期待一下 因為這次的作品真的蠻 就是我們大家都是 真的很竭盡心力去完成它 那因為前陣子小孩的事件 你們自己有私下關心他一下 你看他昨天也全部退團 我們今天已經拍 品牌參觀的活動 自己會有什麼樣的感覺嗎 還是今天的參加 你怎麼可以再多介紹一些 看家成表情也真是百般無奈呀 不過好消息是 10月底歐總即將推出新作品 粉絲們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啦